好 繼續把金頭轉到北歐的芬蘭 來看他們把六七十年前的老農舍 改裝成為農村的博物館 不但從看的 吃到的 跟玩到的樣樣拒全之外 甚至還把老農舍變成了老人的照顧訓練場所 同時兼顧觀光 還有社會服務的功能 來到芬蘭土部郊外一個農舍 時空回到六七十年前 因為這不是普通的建築物 和事實際上你不適合 這裡我們可以做所有的建築物 在普通的家庭和家庭 在1950年代 所以她可以煮咖啡和雞蛋糕 所以她仍然可以在家庭上工作 對 全都可以在家庭上工作 因此我們有正確的味道 它味道像家庭在1950年代 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香氣很容易帶回記憶 以前沒有化學香精 用的是天然植物放在客廳以便滿庭香 玩具沒有塑膠的一樣變化多端 牆邊收音機不只展示 還商請芬蘭公共電視 提供60年前的廣播節目 經營者和安養機構還想到 這可以讓年輕護士來參觀 幫助護士們同理老人生活 他們會更容易理解那些老人 他們喜歡和不喜歡 他們會更加知道過程度 在中國的廣場 因為很多人從中國的廣場 化歷史為商機又同時兼作 造福人員情境教學 和老人延緩失智的遊樂場 以往芬蘭說科技始於人性 由這個農場來看 相機不也始於人性嗎 記得專久鄭仲弘採訪報導 謝謝 Particip 請 谢谢大家